大家好 今天呢 给大家来做这个 应用文的教学的分享 今天的题目呢 是关于这个公函 那么也不忘在这边呢 呼吁大家呢 记得like我们的这个抢俱华文的专业 ok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公函的 公函的这个问题 好 你们可以在那边看见 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题目 比如说第一个 事与修齐中学科学学会 主席林志平民意呢 自函某饼干工厂 申请参观饼干制造过程 ok这边呢有 发信单位地址的 还有收信单位地址 以及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呢 事与修齐中学辩论学会主席林志平民意呢 自函 请某校辩论学会主席 邀请派对 进行一场友谊赛 也有这边也有呢 这个发信单位地址呢 以及收信单位地址 好 首先呢我先看这一篇 同学们 一定是看过很多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有修齐中学 然后每次人的名字都放林志平 那么修齐中学林志平呢 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有发帖子说了 修齐 还有志平呢 其实是以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四个字呢 做成了一个名字 并不是因为有修齐这间中学呢 还有这个林志平这一个人 那么在这边呢 还会给你地址 给你地址呢你都需要用到 好我们再看下一篇范文的 好这个是范文的 那么 你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呢 就会有右手边的这一个 右手边这个比较小一点 我放大一点 OK 好 这边就有内容要求 这个部分 你们需要 他只是提醒你们而已 提醒你们到底应该写些什么东西 OK那么我们 看一看这个范文了 左手边范文 那么题目是 事与修齐中学校友会主席林志平的名义呢 自函某公司 请求赞助慈善筹款活动 OK 所以呢 他就是要你呢 写一封信呢 给公司 然后请求他赞助 好 那么 其实写信的方式呢 基本上和你们家里收到的那个信呢 是一样的 那个是 比如说Messis公司呢 寄一张单给你 他一定有地址 OK 这个是你的 这是他的公司的地址 这个 是 收信人的地址 这一条线呢 基本上呢 就是拿来折的 折了 放弃信封 那么你们自己本身 应该有看过那种信封 中间有一个透明的部分 就是要让你才看到这个地址 好 那么呢 我们有格式 还有内容 格式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一个 这个是修期中学校友会 主席写的信 那么这边是发信单位 修期中学校友会 就写这个 修期中学校友会的单位 然后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他提供给你的这个地址 然后画一条线 然后接下来下一行 好 在这边 好 某公司呢 某公司是某个公司 千万不要写某公司 有些同学呢 因为没有跟上程度 然后上课也没有来 所以呢 其实就不会 就写了某公司 就像在这边呢 公司的名字呢 你自由发挥 你可以写大发公司啦 总之这是一个名字就对了 大发百货公司 这个是要谁给百货公司 那么到底呢 是谁收呢 是谁在收这个信呢 这边 大家要去 大家比较 比较需要的是清楚知道 到底一个一间公司呢 的那个能够 对你的 对你请求的事情呢 做出决策呢 是谁啊 比如说这边 现在我们就写总经理 写完了总经理呢 千万不要在后面那边呢 注上任何标点符号 OK 那么我们在下一行 这个名字啊 陈国发先生 这个呢 部分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 在上面的这个 题目的要求里面呢 并没有注明呢 要写给谁 那么在写了这个陈国发先生之后呢 这个标点符号呢 基本上是不需要放的 他不像马来文那样子 放一个逗号啊 这边 很多同学呢 会翻这样子的错误 那么接下来呢 收信人的地址也提供了 在之前那个提示那边提供了 那么还有地址 还有日期 对不起 还有日期呢 在右手边 写完了这个 OK 那么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称呼的部分 他姓陈 经理 陈经理 这边呢 也有同学呢 会写错 就写逗号 然后那个是马来文的格式 那么中文的格式呢 华文的格式呢 是冒号 OK 冒号 好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题目了 请求赞助慈善 筹款活动 最重要呢 这个题目呢 是一目了然的 一看一放 就能够让收信人的一看 就知道你在写些什么 OK 在写些什么 不是要他捐多少钱 不是要他捐多少钱 不过是要 就是要请求赞助慈善筹款活动 就这样子 简单 让人能够明了 OK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就要注意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内容了 四个内容 四段的内容 好 这个第一段呢 我们不会注意的 我们不会注明有意 然后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不会空格 就是在旁边那边开始写 你们可以参考马来文和英文的写法呢 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一句的内容呢 我们是一句话的 一句话写完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边只有一个句号 句号而已 一个句号 都好 那么我们开头呢 我们都会写为了 为了 为了这个部分呢 接下来我highlight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的目的 就是你的终止 好 你筹款 为什么 就为什么你要这个 赞助慈善筹款活动呢 你可以就是 你去想啊 每一个活动呢 都有它的终止和目的 比如说这个慈善的话 可能就是推广爱心社会精神 而援助呢 这个单亲家庭 OK 好 这个是帮助 就是社会的 OK 那么 接下来我们会有 日期 OK 本会将于2014年5月 即8月 至8月 举办爱心慈善筹款活动 OK 因为它这个活动呢 是比较长时间的 就是说它会用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它没有时间 它也没有地点 它也没有写地点 OK 那么在这边呢 比如说一般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章 比如说我们看这边 海报比赛 这个设计海报比赛 那么这个海报比赛呢 同学们对于这些比赛呢 多少要有点了解 好像这个海报比赛呢 通常都是在家里画了先 对不对 画了然后才交上来 那么如果你写现场比赛的话 当然也可以啦 那么你就 就要比较逻辑性了 现场比赛 OK 几点到几点 然后在哪里 在什么地点 也在这边 OK 如果是海报比赛的话呢 我们讲这边 本会将于2014年5月8日 挂湖星期三 与礼堂举办 举办什么呢 海报设计比赛 OK 好 接下来呢 进入第二 第二的部分呢 就是内容了 什么是内容呢 OK 就是你要让看性的人 读性的人 多少了解一下你的背景 多少了解一下你的团体的背景 OK 比如说他捐钱 他 他捐了这个慈善筹款 活动的 筹款 筹款目标为30万 30万 这是他要 他他要的 基本上呢 在这边呢 他还不足够 他应该还要附加一些内容 比如说 这个 为什么要用到30万呢 这30万是用在哪里呢 比如说要买这个床啊 食物啊 用品啊等等的 他可以列入在那边 但是同学们呢 不要因为我要写字数 刚好有的发挥 然后我就写多多 写长叉 这样子 其实呢不能够这样子 那么你就会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皱纹呢 会出现问题了 那么 我们写一篇这个公函的话呢 居然是简单 容易明白 好 第三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赞羽啊 赞羽 这个赞羽 好 赞羽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是写信给人家嘛 其实我们也是了解对方 我们也是了解对方来写的 不是冒冒然就写一封信 给对方 要和对方要钱 就是说我们知道对方呢 是一个热心人士啊 所以呢 还会筹款啊 比如说这边 素文贵公司 支持慈善活动不遗余力 因此呢 特制此行呢 请求赞助慈善活动 5000令吉 OK 5000令吉 这一个是写给公司啊 所以呢 是 写公司啊 贵公司啊 如果是写人的话呢 OK 素文 素文什么呢 一下子不想不起啊 OK 素文 一下子想不起 没关系 好 你们回去参考一下 那么第四呢 第四呢 都是背起来的 这个 这个 如蒙应允啊 本会感激不尽啊 请尽早回函 谢谢 就这样子 OK 好 来到最后一边 修齐中学华文学会主席啊 看这个是什么 哎 这个写错了哈 对不对 这个是 中学 修齐中学校友会主席 这个 校友会主席 我写错了 好 好 那么接下来是 林志平起 这边也不需要去签名哦 啊 签名的同学呢 都是没有来上课了 好 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呢 基本上 就已经是接近了满分了 大家还记得吗 对这篇文章是30分了 这样像这样子的写法的话呢 已经是25分以上了 25分以上 OK 那么在这个公函的方面呢 一定要对他的用字呢 要非常的清楚了 要他是写什么的 OK 就公函不一定容易 也不一定是最难的 但是 在 英文里面的三个格式呢 三种格式呢 你都必须掌握 可以以便能够做出最好的发挥了 好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